我都關心到來自大拿電的消息 這是21位國小禮堂參加大拿主席便宜基盤 小小醫師預防保健營 人間聽出了各科專科醫師的感慨 特區的確定和優惠 還是到醫學地色分分表時學到很多 為何少人能夠了解到醫學地色 特別請各科專科醫師 跟我們介紹的身體的器官 那是器官運作出現問題 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當時結合人體拼圖中 處理由於 讓小朋友輕鬆確實健康觀念 我們就希望從小朋友他就知道 身體裡面有哪些地方是我們要注意到的 有些什麼東西其實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大家講了這麼久對不對 要把這個觀念讓小朋友能夠帶回去 兩天的課程對醫療技工 歐營會醫學與人文開始 向小朋友介紹主席 與病人為動心的醫療人文觀念 在為病人治療時 考慮他們的訴求 很像看前檢查一天完成 不要讓病人來回奔跑 我到尾營科醫師 向小朋友介紹 腹部的骨骼器官 並解釋 是不對勢進的身體 和所經過的器官 並透過簡單的問答 加親到小朋友印象 因為拼拼圖可以就是 實際的看到 還有自己可以組裝 就可以認識那個身體的構造 可以了解說那個 胃的消化器官裡面 到底有什麼功能 就譬如說大腸小腸 它們大約幾公尺 就是幾公尺 然後那個 東西吃下來的那個 消化的順序 就譬如說 從食道 然後到胃 就等等之類的 課程的安排 小朋友向上做基本的檢查 用心管體重 心跳 優位定 兩天的課程要請 腸胃科 小兒科 新陳代謝科 耳鼻喉科 一般外科 心臟科 血液腫瘤科 神經科 加醫科及眼科 電鑽科醫師來鋼科 雖然是專業地學 但醫師用心準備告知 給小朋友挑釁很認真 歡迎真好 三心空洋 同堂拿點參與報道